公人大團結 公人大團結 踢走418 踢走418 遊行人士大同社有要求調整最低工資去到33元的環額 遊灣仔修短球場集合遊行往金鐘新政府總部 他們要求政府實施全民退休保障 進快定立標準工時 並且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 佳工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 對於星期一同候任特首梁振英會面的時候 梁振英就最低工資水平一年一檢測訴求 並沒有正面回應感到失望 遊行人士去到新政府總部 將請願信交給特首辦代表之後離去 香港歡頻日視記者郭榮詩報導